如果我在電視上看到他第一次的道歉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很真實的道歉 而他繼續下來做的一些相關行為 我亦都會覺得他在這件事上毫無悔意 不是說我做錯了事我失人放火 然後我一句道歉就可以了事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要看他本身的態度 以及他覺不覺得他自己在事情上有沒有犯錯 如果他是真心誠意去覺得自己在態度上有問題 或者他在行動上有問題 那麼這個道歉我們覺得是可以考慮去接受 但是如果你是純粹留於一種形式主義 或者是他被人罵得太厲害 社會的壓力太大 他迫著心心不分地去道歉 我覺得這個就不可以接受